在台湾随着2024大选逼近 在野党派如何整合也成了各界关注重点 而最近的民调显示 如果侯友宜配柯文哲支持率 则可胜过赖清德 在野如果想要政党轮替 合作是最有利的办法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 与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近日难得同场并肩而坐并握手 令外界好奇 蓝白阵营能否在大选走向合作 据台媒新头壳最新民调显示 若秦氏走向蓝白河 侯柯佩支持度就会以34.09% 胜过赖清德的32.3% 而顾台铭持续以13.96%垫底 偏蓝的中式民调也显示 若侯柯佩真的成型 就会以38.4%胜过赖清德 肖美秦的29.6% 民调凸显蓝白河或在野合作 是台湾民意所向 至于蓝白应怎么合 立委选举布局可能是重点 据报道 两党私下有在谈 若兰白河成真 中广董事长赵沙康说 侯柯佩几率最大 因为国民党在野势力强 有14个县市长 近60位立委参选人 又有380个县市议员 党的实力大过民众党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